當時在日本的生活 其實非常的拘謹 對 在公司上班 他的那個長輩跟晚輩的區分 階級 非常的明顯 聽說電話一響 不能接 然後跑跑跑跑 外面才能接 對 真的喔 而且在辦公室裡面 是不能喝水的 你要喝水 你要去茶水間喝 對 然後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是在別的公司上班的 他們早上七點 就要全體集合 然後在公司的門口做早操 對 做完早操 然後社長講完話之後 大家才開始回到公司裡面去上班 然後中午你要吃飯 你也不能跟 講 我跟你比較好 我想跟你一起吃飯 不行 社長會安排說 常賴昆 你要跟阿松一起吃飯 你竟然不能跟他吃飯 這樣 連這個也要管 對 連這個也要管 所以在台灣應該覺得很自由 對啊 對 好 這個花錢是幫自己存錢 我覺得滿好的 這個常賴昆寧 你是一出社會在日本工作 而且你花十年決定要買房子 對 因為之前就是在日本讀書 然後在日本工作 所以前後大概在日本已經十幾年了 對 但是以前就是留學生 所以都是租房子 他日本的房價也非常的高 所以當時租的房子大概是日幣六七萬左右 對 然後那時候的日本的薪資也大概是二十五萬左右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薪資都在付房租 然後再加生活費這樣 其實也滿吃緊的 但是十幾年來都是租房子 所以那時候就有決定說 我應該要在日本買房子 至少說爸爸媽媽來日本的時候 有地方可以住 因為我原本的房子真的非常的小 對 小到就是那個琉璃台的旁邊 它只有一個小小的瓦斯爐 所以是連切菜的地方都沒有 切菜的地方要轉到 身後的馬桶上面去切 真的嗎 或者是在地上切這樣子 因為打開房間就是一個床 然後一個書桌 對 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那時候前後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去找房子 就是只要一下班 或者是利用六日的時間 我就會趕快去看房 我最後買的是三房兩廳的房子 然後這個是客廳的部分 然後後面還有個陽室 對 然後這一邊是另外兩個房間 它是榻榻米的 對 然後還有陽台 然後它的陽台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應該是可以 對 可以在那邊BBQ 都沒有問題的那一種大小 而且還可以對外旁邊 對 而且買的那邊 我真的是非常的滿意 因為它是在大阪城公園的附近 它那邊有JR 然後有地鐵 然後也到京都非常的方便 然後生活環境真的是非常好 那因為大阪城公園是以前 大阪是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古都的 然後它那邊有三百株的櫻花 所以它大概是春夏秋冬 都四季變化不一樣的風景 對 價格大概是花了兩千多萬日幣 我買的是二手的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很划算 而且地理位置又很好 而且我一買的時候 我的家裡的信箱就整個大爆滿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你要不要出租 對 你要不要買這樣子 而且它還高了快要 我原本是兩千萬買的 然後有人出到兩千八百萬 要跟我買耶 對 剛入手現賺八百萬日幣 對 馬上漲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實在太聰明了 真的太聰明了 對 就買到這個房子 賣一次 對 但是後來買了這個房子之後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等於我所有的家具 都要自己 裝潢重來 對 裝潢都要重新裝潢 連瓦斯爐 床 冰箱等等 然後去的時候連燈都沒有 所以燈也都是自己裝 所以大概這樣子全部 又花了將近一百萬台幣左右 就是把它全部再把它裝潢 所以等於我現在身上 就是完完全全的沒有錢 當時的時候 因為我把錢全部都放在那個上面 你的錢化成一棟房子了 對 因為我就是用現金 直接買斷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想說下次爸爸媽媽 或者是家人來的時候 就可以租在這邊 好羨慕 對 然後那時候 我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買的 是 對 然後買完剛過三個月之後 我就回台灣過年 結果疫情大爆發 然後就鎖國了 然後鎖國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回日本 對 所以等於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只能先在台灣生活 對 那當時因為身上都沒有錢 然後我就只能想說看看能不能做什麼工作 但是因為我在日本十幾年了 所以我在想說不然來教日文好了 對 然後因為當時都沒有錢 所以我就自己用剩餘的錢就是做了海報 然後到火車站上面就是發給大家 要不要學日文這樣子 在那邊發傳單其實效果還好 我後來是在網路上面就是發文 說要教日文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有被媒體報導 慢慢的有一點點的知名度這樣 然後才開始覺得說 那我就是可以在日本 就是可以放棄日本 然後在台灣生活 這樣子好像也不錯 因為當時在日本的生活 其實非常的拘謹 對 在公司上班 他的那個長輩跟晚輩的那個區分 階級 非常的明顯 聽說電話一響不能接 嗨... 然後跑... 跑到外面才能接 對 真的啊 而且在辦公室裡面 是不能喝水的 你要喝水 你要去茶水間喝 對 然後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是在別的公司上班的 他們早上七點就要全體集合 然後在公司的門口做早操 對 做完早操 然後社長講完話之後 大家才開始回到公司裡面去上班 然後中午你要吃飯 你也不能跟 講 我跟你比較好 我想跟你一起吃飯 不行 社長會安排說 常賴昆 你要跟阿松一起吃飯 你竟然不能跟他吃飯這樣子 連這個也要管 對 連這個也要管 所以在台灣應該覺得很自由 對 然後 然後學生也滿多的 對 所以後來的 錢賺到了 對 沒錯 後來我覺得 以前的生活真的是太拘謹了 我回到台灣可以自由地 安排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就決定 我在台灣工作好了 就回去了 對 所以我後來就在台北 就是自己租房子 但是因為那時候很辛苦 就是又從零開始 又變到花八千塊 然後在台北的小小的 妳又回來了台北 對 然後又破破爛爛的那一種 重新打拚 對 又全部從頭開始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感慨說 我當初為什麼要買那個日本的房子 對 然後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一次現金買斷 然後導致我現在在台灣完全沒有錢 對啊 然後連吃飯都有問題 只能吃麵包 牛奶 泡麵這樣子 就是補賦生活 就是很辛苦 有時候夜深人靜的時候 會突然覺得我到底在幹嘛 不要這樣想妳載到了一間房子 在日本大阪成公園旁邊 我覺得是滿好的標的 對 但是因為放在那邊 我回去的時候也大概是兩年多了 兩年過後再回去 後來兩年回去的一瞬間 我才發現說 我那時候好像冰箱有放蛋 然後還有豬肉 還有啤酒 然後還有很多吃的 還有菜啊 什麼的 打開變成有機樂園了 因為當時就是想說放在那邊 然後跟爸媽回日本的時候 我要煮飯給他們吃 對 都計畫好了 結果誰知道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就在那邊放了兩年 所以家裡沒有冰箱是好事 對 讓他學習 對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被斷水斷電 對 沒有繳錢 我已經完全沒錢了 對 我已經完全沒錢了 然後所以回到家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冰箱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壞掉 臭掉 而且很可怕喔 打開冰箱的那一瞬間 就覺得天啊 好像有屍體在裡面了 長蟲了吧 我要是妳喔 我就像他一樣 剛剛說的嘛 把整個冰箱丟掉 然後就回收了 都不打開 對 但是因為我是新買的 我所有的 家具是新的 對 我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是新買的 對 我才用過一兩次而已耶 對 所以我就趕緊把 那個冰箱的東西 全部都 清一清 對 清一清 然後一個一個 就裡面可以拆的 全部都拆拆拆拆 然後洗洗洗 然後就放在那邊晾乾 然後我去上網爬聞說 如何讓冰箱除臭 什麼橘子皮 小蘇打水 什麼的 咖啡渣 對 我都試過了 濕臭味還是一直都在 對 我覺得好可怕 怎麼會這樣 後來呢 我想 後來我想到了 用除廁所的清潔劑去噴 對 我就噴了好多罐 那個除臭的 噴廁所的 終於變得 是不是 換一台冰箱 比較快 是不是 有的時間 直接清潔劑 直接丟掉就好了 沒有 冰箱很貴 對 而且是新買的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學到說 錢不能全部 砸在同一個地方 對 所以我現在 在日本跟台灣 我都有把錢分散 讓我可以自由地 去使用我的金錢這樣子 對 那日本那邊的房子 因為我有在教日文 所以我會讓學生 過去日本那邊 做短期的留學 對 就讓他們住 然後還有讓一些 比較熟的朋友 然後去那邊 可以租房子 就住在我家 對 很聰明 也算是一個投資 然後還有 有些收入了 對 對 爸媽的客戶 要招待他們去日本玩 然後也是會讓他們 住在那邊這樣子 對 這樣子又可以 賺到一點點錢這樣子 好 就所以我們在 預算這個配置上 因為當時你是全入 說哈 對 全部拿去買房子 沒想到疫情一來 收入又沒有了 變成連出門的車資 也沒有了 問一下馬律師 你會給他怎麼進 如果他不用貸款買房 他慢慢的付 會不會好一點 當然 一定是慢慢付貸 因為你全入下去的話 你的生活品質 已經降下來了 那這種生活品質 可能已經影響到 你的人生 人生觀已經在改變了 然後就很麻煩了 那也許他在日本人 我不知道你可以貸款嗎 有外國人在那邊 可以貸款嗎 這我並不了解 因為有些是外國人身分 去那邊買 他會不會讓你貸款 你必須要去 或是貸款利率很高 貸款利率很高 所以他很可能是 這個妥協下手 產生產物 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應該是 應該是兩年內 就要委託人家 去那邊處理 不管是賣或怎麼樣 讓資金能夠動 活化 能夠動起來 你錢不讓他動 你就 你就自己在那邊吃 吃泡麵 對 對 你錢一定要讓他動 不管你借多少錢 你可以借一些出來 一百萬出來 五十萬出來都可以 讓你不要那麼的 局限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而且你在 你如果借錢出來 你在台灣的投資 譬如說教學生 我在學生收學生 我的教學環境 我也可以把它弄得 漂亮一點 教室 投資自己 對 很多方式 我朋友他是這個 用美元定存 因為美元高息定存 用美元的定存 利息去繳日本的這個 每個月的房貸 事實上是套利 他簡直是 我們算是沒有什麼成本 在擁有這個房間 因為日本負利率 對啊 而且日本 因為他現在利息也比較低 又是日圓又在貶值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